老师晚安 然后现场的来宾大家好 全球的超马家人大家晚安 我是金丽 我的信很大 我信蒋 我是蒋金丽 那就是像今天晚上 大家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朋友 我们都会送一本超级生命密码 那我也是很幸运 我是我一个好朋友 他送了我这一本书 然后我很幸运 可是我的好朋友不一定很幸运 因为他听了我很多的诉苦 就是因为我们会诉苦 所以他找到好书 他就跟我分享 然后呢 我就 我是因为好朋友分享 那像我们现在在外面发书的时候 很多都是一些很有缘 他接到我们的结缘书 然后他听我们讲说 这是一本正能量的好书 然后与你分享 希望你们越来越幸福 然后他们有的人听进去的 他就会来参加 那我们就会送 就是天人文化这边就会送这一本超级生命密码 那我也很感恩这本书 就是我当初拿到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封面是一把钥匙 但是来到读书会的时候 就听很多学员分享 尤其有一些有修行的人 他就说 这是一把钥匙 打开我心门的钥匙 我心想 心门还有被锁的 我都不知道 原来我以前被锁的很死 然后医护人员说 我看到这是一个听诊器 我觉得他在听我的内心的声音 又有不同的说法 好有趣 但是我可以念一下 就是这本超级生命密码 他的封面 我们可以真的认真看的时候 他就是已经有能量了 他说 一本生命之药解开你我千年迷惑 大家有听到 我应该还蛮标准的 千年迷惑 然后他说 揭开生命秘密 即得重生乐趣 那里面的很多小字 我眼睛有点花花 所以老师我们都五十多岁了 我不想再念了 那就好朋友们回家自己看 然后我喜欢看到 最底下那一句话就说 浅显一懂告诉你光的神秘作用力 令你四四如意 我们都不要怀疑 真的打开新门 来到超级生命密码 这边的分享会 那我很开心 我也很喜欢看到这一页 有一个太阳光 然后呢 有一个圆圈圈里面 有十五道题 然后那个题目里面呢 是每个人有可能在我们 每个家庭里面我们自己所产生 所想要在这个问题里面找到的答案 然后我们称他这个圆叫做 你只要得到正能量了 你这个里面所有的问题 你得到圆满了 所以老师用一个圆把里面的问题 框在里头 然后我很开心就是说 我那个朋友送我这本书 我比较少走很多问题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都会告诉我说 经历我修了几十年了 然后呢 我又会一经 我又会算什么算什么 他说我什么都会算 算到后来为什么命 还是一样要遭受这些波折 为什么 因为他介入别人太多的 那个贡业 因为他都想要帮朋友 那像我 我去跟他诉苦 然后他想帮我 可是我又没做功德 他真的他也在接受我一些业力 那当我们导师的超级因果密码出来以后 导师其实告诉我们说 只要你能量正 正能量了 其实我们只要送祝福给别人 那个人接收了 然后他自己来到超级生命密码 他自己得到正能量 他灵命提升 他的家庭一定改变 那不像就是说 以前我们就问那个算命的说 那我怎么做功德 我是不是去救济小孩 我是不是去领养国际儿童 我花每个月的这些预算去救他们 我也叫做功德 那我后来在导师的一个音档里面听到 功德很多种 那比如说那个功德他是五块钱的价码而已 那比如说你去把超级生命密码分享给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他听得进去 他来到超级生命密码 他自己修正了 把他家庭带起来了 你的功德是五万块 他价差有多少 所以为什么大家说在超级生命密码里面 为什么我很快得到正能量 我很快幸福了 因为你把你的祝福送给人家 让人家幸福是改变的这么快 是这样子 然后我非常受感情 我把太阳圣德导师在我去年11月20号 我接触的时候的这一场演讲卡 我一直都不把它遗漏掉 我一直夹在我的书本里面 我要永远告诉我自己 我当初的出发心是什么 我为什么在这么低潮的时候 来到这边寻找 刚好导师的这个主题叫做 真的在乎你 那我那时候会觉得说 没有人在乎我了 因为我的母亲过世了以后呢 我就觉得天底下没有人可以在乎我 可是我的先生陪我来到读书会 大家都知道我的先生非常非常好 可是我的我值太重的时候 我都不把他看在眼里 其实或许就是因为我自己 以前太自我 他就说你每次都说你是胆小鬼 跟人家讲话说 这个不要那个我怕 可是为什么在你借钱给别人的时候 你都不怕 你都不跟我商量 然后把家里搞得这样子 凄惨落魄 我就说到现在来我懂 我懂他不理不气 其实我当初一直叫他把我离掉 然后没想到这个人 在我现在来到超级生命密码以后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 那我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 然后因为他这样包容我 然后让我在这个家庭留下来 那我现在我就觉得说 那我应该要让这个家更好 那其实家庭里面会不会还有种种问题 有 像刚刚后面有一个大姐说的 现在的小孩真的书读得很高 我以前因为母亲生了七个小孩 太辛苦了 让我们都没有读书的机会 然后只能到国民教育毕业 我就发誓 我从来不发誓的我就发誓 我有小孩的时候 我一定什么辛苦都要供养他们 读到他们读到想读的 结果我的孩子学历真的很不错 可是工作不顺利 那跟爸爸之间就有很多的对冲 那我就觉得说我是母亲 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是 先生从前面射箭 儿子从后面射箭 然后我站在中间 我就觉得说真的好苦哦 因为爸爸是希望儿子好 可是儿子觉得说有委屈没地方说 那后来我就很想找导师说 可不可以给一个答案 那结果蛮幸运的 导师那时候来到台湾这个工修课的时候 他就让我们问问题 刚好问题有抽到我的 那其实都是 我们我以前不懂什么叫说 我们父母没有得资 我们以前只知道说 祖先有得资粮给我 我还不知道原来我的孩子如果不顺水 其实是跟我得资粮有关系 从那时候听完导师这句话之后 我开始更认真更加倍努力说 我一定要广传 广传操骂 因为我已经渐渐的走到很好的那种境况了 那我现在只差这个孩子 他让我提升上来而已 所以我那时候听完去年的11月20号那个讲座之后呢 所以我为什么说导师这些讲座都非常非常有能量 因为我在读书会 我为什么他们说我很喜欢来读书会 我非常非常喜欢用听的 因为我听进去我比较容易吸收 所以导师的每一场演讲 每一场什么我一定都参加 那去年导师11月20号是我第一次参加 我啊 别人其他资深的我就不知道 参加之后呢导师12月24 25去年 他就有一个两天一夜叫实修班 可是超级生命密码里面这么多心法 那实修有的人可能很懂 我不懂 我就跟我先生讲说 我再怎么没钱 我即使啃面包 啃馒头 我都一定要去参加老师那个实修班 如何把我带到我能够做心法 能够把我的家庭搞好 这个就是更富有 所以我那时候我先生就说 你不要这么的 就是你不要这么的积极吧 那个积极其实不是说正面的 他的意识认为我太冲动 可是我不是 我是觉得只要是一个机会我一定要把握 而且那也只不过两天一夜还有得住 还有得吃 还能够享受的那个好的饭店才一万多块 我算命算掉多少命也没救回来 值不值得 我就跟我先生讲说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所以从那一次我先生让我参加之后 我就发现到 哎我怎么为什么会改变那么快 我为什么胆子可以变大了 我为什么有什么事会跟他商量呢 我以前是什么事都不跟他商量了 我们下午这个读书会的主持人 我先生坐在旁边我就跟他忏悔 我也跟他感恩 我说我以前如果没有进钞码 我真的不知道要跟你说谢谢 也不知道要跟你做商量 因为我从来从来 我对我那位先生实在是我太嚣张了 难怪我会堕落的快 我真的不跟他商量任何一件事情的 都自己做主 可是现在他一直在告诉我说家庭是共有的 你一定要跟我商量 然后他是非常理性 我是非常感性 那我就觉得说对家是大家的 其实应该要共同讨论 可是讨论以后呢又都是我最厉害 我每次都啪啪啪啪就先骂他 然后他就觉得很委屈 可是他又不敢骂我 他在太疼我了 那当我在超级生命密码里面 修到这样的时候 原来要去我 什么事都要共同商量 然后其实你好好的说 大家走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的时候 其实他都 大家其实都是会和谐的 那我就很高兴说 原来在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的心法里面 可以把我这些有灵有刺有脚的 可以修得这么的圆 然后我们圆了以后 我们的家庭也圆 我们的我们在工作场所 如果对老板也是这样的话 也感恩他 就像刚刚第一位的立竹说的 你感恩老板感恩什么 那老板听了心里超开心的 我们其他还有那个读书会分享 学员在分享说 他光是一个感恩他老板给他加五千块钱 实在是太幸福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说 为了想要事情就是更好更圆满更提升 其实事情样样好的时候 不只我们好 家庭好 其实社会也好 我们现在每个都说社会很乱 其实我们要有那种好的想法就是 所谓人家说我们有好思想 其实事情都会变好的 那超级生命密码里面的心法很简单 真的不要出去坐游览车出去拜拜干嘛的 这么跋山涉水很累 只要在家里浸下心来 然后每天能量满满 因为老师有教我们里面太阳心法 能量满满真的是开心非常开心 那因为自己变好了 所以刚刚子安为什么会说 在读书会我听了经历讲什么 我就觉得这个有解了 或是那个有解了 因为我们都会把我们自己好的分享出来 那我现在在讲一个就是说 我们那天在上读书会的时候 我接引了一个朋友 他就跟我讲说 因为我们书本里面讲了一个 导师里面在讲了一个说 世间上无情可大可小 就是如果我们便秘的话 你会产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是比喻身体 那如果说你跟人之间沟通不良 是不是也像便秘一样也是不通 结果我那个朋友 他说他非常开心 他也是读书会 他能排得出来的 他通通排出来 他只要母亲能孝顺的 他一定也孝顺都不落人后 因为地址归看了以后 我们现在个个都实在是 战战兢兢在做人 然后结果他那天跟我们分享 就说他是因为做业务的 他业绩变得很好 然后因为二女儿跟他住在一起 二女儿看到了 然后他就说 妈妈你为什么有能力买 1月6号7号 我们今年是1月6号7号 老师在大阪根的两天一夜经济营 他说妈妈我确实看你业绩变好了 然后你也很快乐 你也可以给阿嬷很大包的生日礼金 他说妈妈我看你这么快乐 我也愿意跟你参加 而且既然是妈妈出钱 结果他二女儿参加了 他很开心他就来买票 买了之后呢 他隔天他签了更大笔的那个单子 结果他就很开心 就想到 欸礼拜一是妈妈的生日啊 礼拜五晚上赶快赶回去台中 隔天去彰化 给妈妈送一包大礼 结果妈妈也很开心 他送了这个生日礼物 那他就回到台中大女儿那边住 结果他就跟大女儿讲说 我告诉你喔 妈妈最近业绩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妹妹他看到妈妈现在很快乐 能量很强 妹妹也愿意参加1月6号7号的课程 然后跟着我一起去那边住啊 然后享受温泉啊 然后再享受导师的课程啊 结果他大女儿说 妈妈真不可思议欸 这个老二是铁齿到底的人欸 比我还严重的 为什么是这次他先答应你 然后我看着他 他觉得他都答应了 这个铁齿的都答应了 我也要跟着去体验这样子 然后他那天就跟我分享说 真的是超开心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通的 这个已经没有便秘了 然后为什么我也会替他这么开心 老师说在抄马 每个人都是共好共有 你会自己觉得看到朋友好到这样 替他是开心的不得了 而不是说看到好看到他好而嫉妒 不是喔 你会看到他好 你会很开心超开心的 世界每个人如果都如此的话 真的地球上非常非常的平静平安 我们大家都来共同接受正能量感恩 谢谢大家